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 朋友 主來平安 在社區正在隔離的時候 相信大家的生活和節奏都有很多轉變 或者有些忙亂 但是今天在主的日子 我也願意弟兄姊妹和我一起 在網絡中抽身出來 停下來問一下 主啊 我怎麼可以親近你呢 在我們閉上眼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思考這段經文 就是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射給神 因為祂顧念你們 願意我們都能夠 雖然在處處不方便的裏面 仍然經歷在主裏面我們有安息 和被祂更新 請聽主的話 主啊 願神明中沒有一位能與你相比 你的作為無與倫比 主啊 你創作的萬國都要來敬拜你 將榮耀歸給你的名 因為你偉大無比 行事奇妙 唯有你是上帝 而我們一同地 將我們的心聲 將我們的土聲 相達到主的面前 除祂以外沒有別的神 大地眾讚寬窗 讚美你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眾萬國高超 讚美你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 你超過主天 隨你以外 找不到尊貴像你 隨你以外 找不到更美名字 隨你以外 隨你以外 並沒有沒有沒有別名 可以配受拳兵 讚美以及送經 聖結獲到榮耀穿屬你 大地眾贈寬窗 讚美你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眾萬國高超 讚美你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 你超過主天 隨你以外 找不到尊貴像你 隨你以外 找不到更美名字 隨你以外 隨你以外 並沒有沒有沒有別名 可以配受拳兵 讚美以及送經 聖結獲到榮耀穿屬你 隨你以外 找不到尊貴像你 隨你以外 找不到更美名字 隨你以外 隨你以外 是榮耀的王 座在高天之上 座在高天之上 神啊 神啊 我要一心請謝你 神啊 我要高舉你聖明 我要因你歡喜快樂 至高的主啊 至高的主啊 你榮耀 是我心 歌頌你 會 eher要快樂 σι sim 以及同意 至高的パ displaced bankruptcy 領游 他們 動游 整 Contract 尊貴 整個 麻煩 三 琴 就算翻起千般海浪 主必會為我掌託 每日隨時乘風波浪 落到主的海角 要眾揚 神是哀 要眾揚 神是美 然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著著為王 拒黑暗留住美 積著神 重拾愛 齊心 禍告已真誠 積著跨城 要眾揚 神是哀 要眾揚 神是美 然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著著為王 就算翻起千般海浪 主必會為我掌託 每日隨時乘風波浪 落到主的海角 要眾揚 神是哀 要眾揚 神是美 然點真愛發光芒 宣告我主著著為王 宣告我主著著為王 就算翻起千般海浪 主會為我們掌託 用我們同心的向神呼籲 主啊 你是有憐憫和恩典的上帝 不輕易發怒 充滿慈愛 無比信實 求你誰顧我 憐憫我 賜力量給你的仆人 拯救你婢女的兒子 求你賜下恩待我的憑據 因為你夜和華 幫助我 安慰我 其實我們每一天所走的路 主已經知道 每一天祂都與我們同在 祂願意我們繼續去依靠祂 因為祂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 等著要賜給我們 祂願意我們繼續去依靠祂 深知到過去每一刻光燈 早時連力量我主願賜 不需要再困怒每天擔心 依靠父與鼻細心極致 上帝心 仁慈無邊不可猜 神定有最美好的計劃 一生裡 眾滿有喜有相介 主愛護 一夜似安歹 心知到就晚我主是因為 祂每一天 極願意親報駕 祂今輩 我重淡賜給安慰 祂滿是力量每天都也 父同性 孩兒能經出一切 神定義 者應許別對意 祂應運 是我能力中此世 今我願盡力以心奉獻 應當將一無掛淚 只要凡事借著 祝福 祈求 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有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所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 祂保守你們的心懷念 讓我們一同地去透露祂 祂心知到過去每日黑光有 早時年力量我主願賜 不需要再困難每天擔心 以靠父 預備細心極致 上帝心極人自不可偷透 神定有最美好的計劃 一生裡 仲滿有喜有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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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外湖一夜似安泰 好多謝Alex剛才為我們帶領的詩歌 每一天我很喜歡這首歌 讓我們一起去同行 很歡迎第一次來我們教會 在網上崇拜的新朋友 也更歡迎我們恩泉的弟兄姊妹 我們一起去同行 嘉倫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幾件 第一就是上個星期 我們也有跟大家分享過不同的活動 這次有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一個外展的契機 就是網上的啟發課程 我們其實6月3日 我們希望可以開展我們第一次的網上啟發課程 是很合適的新朋友 是未認識主耶穌 但是很想了解我們的信仰是怎樣的 是一個很友善 和大家可以開懷暢談的一個環境 就是在網上給予此談及看一些短片 讓我們能夠邀請我們的親友 假如他對基督教對我們的信仰是有興趣的 就可以向我們的外展部馮任明弟兄報名 另外一方面 上星期跟大家分享他的愛的行動 其實也是很奇妙的神的帶領 大家很熱烈的回應 有七位的裁縫 另外到今天為止已經做了903個口罩 其實是超額完成的 所以真是神很大恩典 我們也已經送出了630個口罩 去九個護理所 還有我們有幾十個輪舍 希望大家繼續轉介你的輪舍 你的親友需要這些口罩 我們能夠繼續送出去 另外就是我們的口罩生產的目標 現在提高了 希望我們原先的五百個口罩 可以去做到一千五百個 在五月底之前可以完成的 另外我們也會嘗試 既然我們有布的口罩 可以給一些非醫院護理人員用的口罩 我們也希望醫護人員 我們也能夠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也開始收取一些 合安全標準的外科口罩 也可以在醫院上適用 如果你在家裡 既然你已經用了布口罩 你覺得我有多了出來的外科口罩 可以捐出去 請大家和我們教會聯絡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 上星期也和大家提過 周末的兒童樂 因為我們知道兒童在家裡 真的有很長的時間 在上班上 我們希望周末星期五和星期六 會有一些節目給他們 詳細請大家在網上 以及在我們教會的加訊 是有的 包括有一個Stay Home with Beethoven 是兩歲半到五歲的 以及Online Music Theater 是六歲到十一歲的 請按照你的需要 盡快報名 只剩下很少的名額而已 好讓我們帶了一個感恩的心 我們一起祈禱 特別是我們很感恩 因為神就是誰聽到的神 祂也是供應我們各種需要的神 不僅是我們弟兄姊妹經歷她的帶領 教會也看到弟兄姊妹很忠心的 在教會的需要上 都是很忠心的去奉獻 讓我們現在為我們教會 大家所交替透過網上的奉獻 我們一起同心祈禱 亦是為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世界的需要去討告 初日恩主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就是厚似百物的神 求天賦你 就是使用我們 射微的金錢 我們所獻上給你的 無論我們是透過郵寄 或者是透過網上的捐獻 就求主你親自的越納和使用 用在你自己的聖功 和我們的社區的上面 以致到人得著祝福 我們真的在這個世界 亦都繼續經歷這個疫情的侵襲的時候 我們懇求恩主你憐憫 讓患病的得醫治 讓真的有親人離世的得著安慰 又特別保護保守前線的醫護人員 而是他們亦都有平安、有安全 亦都有力量去照顧病人 主要我們求你給科技人員 能夠早日找出醫療的藥物 和將來可以防禦的一些藥物 我們求你恩代、智慧給科學家 我們就是這樣 將我們各種不同的寡慮 都交給你自己的面前 我們又將我們的弟兄姐妹 現在在網上的崇拜、主一學和小組 我們就求你 雖然我們不能夠在實體上去會面 但是我們深信我們的懇求 就是求天父 你透過我們網上的活動 透過弟兄姐妹彼此的關心 一個個電話、一個個問候 我們仍然能夠一起的 去經歷神理各種的恩典 我們將我們以上所獻情的討告、交託、奉靠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門 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講到的題目是向焦慮和恐懼說不 的確是在我們的世界當中 現在是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令到我們有很多的擔憂 特別是新冠狀病毒的疫情在世界上不斷擴展 全球已經確診了三百多萬人 亦死亡率達到二十三萬多 在我們加拿大也有五萬多個確診 兩萬個的康復有三千多人離開世界 整個社會不僅在健康方面受到很大的影響 全球的股市大跌,跌了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平均 美國的油價下調到負值的數字 是歷史上很罕有的 亦都看到整個的全球經濟 是國民生產總值 今年很多國家都會預算有負增長的 更加美國的失業率 在過去這幾個星期 已經累積到有三千萬人失業 已經到了經濟蕭條的失業率 另外,我們各種不同的擔憂都會有 不僅是健康的,不僅是經濟的 我們可能在家庭方面,工作方面 或者我們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上 我們有很多的挑戰,很多的未知 其實未知之數不肯定將來是怎樣 很多時就會令到我們心裡很擔憂 但是基督徒應該是否就是沒有恐懼呢? 基督徒是否就是有信心 我們就完全不感覺到一些憂慮或者恐懼呢? 願意今天在我們一起在言讀神話語的時候 我們去明白神的心意 讓我們懂得如何在各種生活的變化 和我們周圍的環境的變化當中 我們心裡能夠得著真正的平安 在我們講道之先,我們做一次同心低頭祈禱 初日天父,我們將以下的時間 恭敬的有望給天父 聖靈求你向我們說話 挪開我們的石心,賜給我們肉心 讓我們能夠聽得明白 也能夠實踐你自己的話語在我們生命當中 讓我們成為社區的登台 成為我們家人的祝福 我們將以下的時間恭敬的有望給天父 求神你自己親自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家中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成就你要成就的比意 我們祈禱感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们 基督徒很多時候我們說如果我們有信心 那我們就什麼都不用怕了 或者我們其實如果怕就因為沒有信心 但是其實怕這件事本身是一個很延妙的東西 因為有這些兒童的心理學家或者治療師 他說其實弟弟從兩歲至四歲開始 他就已經很多東西怕了 怕著最初要學怎樣去大小異辯 又怕黑,怕黑影,怕天氣 怕突然行雷閃電一大聲 去到我們大約五歲到七歲的時候 我們就怕如果晚上走出街 又或者臨睡的時候 爸爸媽媽出了房間之後很害怕 怕火,怕壞人 怕我們要考試要考入學試 怕我們同伴其他朋友拒絕我們 怕醫生打針刺我們 其實小弟哥就算在這些年紀都很多怕 八歲到十一歲怕甚麼呢 就怕可能自己的因子留在家裡 又或者怕死的都開始 懂得開始死是怎樣 就會問究竟死是怎樣的 死了之後是怎樣的 也開始怕病 怕在學校裏面做得不好 又怕其他同學拒絕 我們最想跟他交朋友的人 又不跟我們做朋友 再大一點的時候 去到青少年的時候 十二到十八歲 就怕安全感 怕在學校裏面 我們校隊收不收我們 究竟我們在班裏面 先生要我們做一些presentation 要做演講 或者將我們做的一些項目的結果 去跟其他同學分享 就很害怕,很擔心 其實很多事情很擔心 看看別人怎麼看我 很重視 到了十八至二十歲 那些少年、青年人 就開始害怕感染、害怕細菌 害怕將來真的會不會長大 自己賺不到錢 沒有屋住 很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我們可能做父母覺得 他們其實也不用怕 我們已經給了他們很多安全感 但原來那些研究學家說 實際那些小哥 你怎樣也好 他都有很多事情要害怕 甚至再大一點的時候 害怕究竟我們人生有什麼目的 我們將來成為大人、成年人的時候 又會怎樣呢 很多事情就要害怕 所以我們成年人究竟害怕什麼呢 我都想問問你 會不會疫情這麼嚴重 雖然你仍然是有份工作 你就已經害怕定先 就是會不會遲些沒工作呢 又或者明明你有些積蓄 但是你又會仍然很害怕 就是會不會用完那些積蓄 經濟都未能夠復甦 又或者你明明是很健康 但是他說你有很多其他 很不必要的擔心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是害怕的 有些是真的需要害怕 但有些是我們自己想像出來的 所以我們面對害怕的時候 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基督徒應不應該是沒有恐懼呢 如果我們出生就已經 從小到大都害怕了 那會不會像人說 總之你信耶穌 你有寫一些經文給你 你又不會怕被人離棄 又不會覺得自己沒用 因為神會用你的 你又不用怕將來 因為你已經知道將來會是怎樣了 你有什麼事 你不用怕麻煩神 你可以向神說 你又不用怕沒有人聽你說 又或者你又不用怕 你沒有第二次的機會 因為你是會被赦免的 然後你有第二次的機會 在人生當中 其實這些是真的 其實有些事情我們是不知道的 但我們知道的是什麼 就是聖經的應許 做神的兒女 其實如果你看這五方面的時候 又看聖經的話語 講這五方面 你就會發覺 其實我們所有害怕的東西 放在這五個範疇裡面的時候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要害怕 但仍然你會說 吳牧師你不明白 我還是有點害怕 來不中我也會害怕 就算你說不用害怕 也會害怕 原來害怕是無可避免的 我們開始要想這個問題 因為除了我們從小到大都是害怕 有很多東西害怕 就是因為原來人的自然生出來的本能和能力 就有記憶和有想像力 想像未來是怎樣的呢 譬如說我過去上學有很好的體會 我就很期望上學 但如果我上學是死亡給同學租資 或者我的學習的經歷很差的時候 我這個記憶給我的就是 我又算大了 叫我再讀書或者我再去發學校 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已經預計 可能會怎樣 但可能你成年人的時候 你已經生命改變了 你已經不同了 但正正因為我們的本能 就是我們有記憶 然後用那些記憶 就會去預計我們自己的將來 所以跟一幅圖片不同的人看 可能有不同的 如果你看到月黑風高 如果在我這個年代成長的 就會接觸一下他說什麼 殺人爺 有點害怕的 所以小弟哥很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真真正正的小弟哥 有沒有見過鬼呢 大部分小弟哥 我相信差不多是9.9個 他沒見過鬼 究竟這個世界是沒有鬼的 誰會見過 所以其實恐懼 是因為記憶和想像力而來 我們又不會說 我不想要恐懼 我就連記憶和所有的想像力都沒有了 如果這樣也很慘 不行的 所以我們要接受一個現實 就是我們生命裡面 是會有一些的恐懼 但恐懼其實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它有正負兩面 因為恐懼是帶來益處也帶來壞處 壞處方面 壞處就是當你想想 哇 會不會發生的呢 其實未發生 你想好才會害怕 於是越想就越害怕 越害怕就越焦慮 焦慮又會養著那個恐懼 恐懼又會生焦慮 生焦慮之後又會養著恐懼 所以就整天都會就算說 我不用怕我騎完肚了 但我又會忽然間 在我的腦海裡面 拾一聲又會有些的不安 但如果我們明白恐懼的真相 我們知道原來恐懼也有它的益處 因為這些益處包括 就是因為有些事情真的要害怕 譬如說新冠狀病毒 它的傳染力很強的 我們的確要勤洗手 所以我們怕感染的時候 我們多些洗手 我們做好防禦的措施 這個會幫助我們避免感染 所以恐懼也有它的益處 幫助我們怎樣去生活 但我們要明白 恐懼的真相的幾方面 我們就會幫助我們怎樣去看恐懼 還有怎樣善用到它的益處 去幫助我們生命的成長 首先我們要知道 原來憂慮和恐懼 這個可能你已經知道了 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百分之恐懼的東西 都不是化成事實的 這個不是我說的 又不是這個海報說的 有一個研究 去年有一個研究學院 在《Psychology Today》 即是心理學的雜誌 就是在去年出了一篇文章 他就說你所擔心和恐懼的事情 有多少次是真的成為事實的呢 原來根據研究的結果就是 有91%的恐懼和憂慮都沒有發生的 是自己嚇自己的 而剩下的9%裏面 有3%是發生了 是比你想像更好的 就是你預計壞的狀況是沒有發生的 雖然事情發生了 但是也比你想像好 就是说只有6%真的发生了 而可能好像你期待那样的 是真的不好的 其实虽然真正影响你的 可能就是那几个%的害怕的东西 是真正正会发生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恐惧的真相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对恐惧说不 因为有90%我们害怕的东西 担心的东西 未发生就先害怕的 其实是会引起我们的焦虑 又养着我们的恐惧 另外就是我们要明白 另外一个恐惧的真相 就是我们作为基屋徒 究竟是不是信心和恐惧是对立的呢 就是说如果我问你 弟兄姊妹 你相信圣经的话语 你相信我刚才说的五方面 跟你提过 神的乙女不需要担心 你就因为你不信 所以你就害怕了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对立面的呢 还是其实恐惧和信心是互动的呢 其实我们看圣经就会明白 这个互动性在里面 在马特方第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那里 他就说耶稣随即吹门途上船 先渡到对岸 等他叫众人散去 疏散了众人之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耶稣一个人在山上 那个时候船就已经离岸 好几里了 但是因为风不顺 这个波浪是很强的 天快亮的时候 耶稣就在海面上走 往门途那里去 你看一看这段经文 我今天会和大家分享几段 都是平静风浪的一个经文 但是我想大家留意一些 可能过去我们忽略了的东西 甚至我都忽略了的东西 包括我再一次看这几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再思考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圣灵提醒我 这里很重要的是 其实这段经文 马特方第十四章 是耶稣对门途 好像一个考试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好几章之前 第八章 马特方第八章 已经经历过一个平静风浪的经历 但是去到这里 耶稣就叫他们上船 我上山祈祷 你先上船 渡过另外一边 但是那些门途要他吹 吹才上去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些门途有记忆的 记得上次也有点害怕 虽然耶稣后来平静了风浪 所以他们有少少 耶稣差不多好像要推他们上去 叫他们上去 因为他们会害怕什么 就是怕幻想出来 好像上次那样又是很大风 差点死了 这次会不会 耶稣上山祷告他 不在我的船上 更害怕 上次都说 睡觉在船上 这次他还没上船 但是耶稣其实给了一个考试 这帮门徒 你跟随着我这么多好几年的时间 一段时间 刚刚在第十四章的前面 就是说到耶稣和门途一起经历了 行一个神迹 就是五饼二鱼 那个神迹 就是透过一个小朋友 他给耶稣的五个饼 两条鱼 竟然间能够喂饱五千人 这个是一个神迹 完了这个莫大神迹之后 才上这个船 怎会这帮门徒 这么有信心 就信耶稣 跟随耶稣了几年 学习 为什么这帮门徒 已经经历过 在大风浪平静的经历 为什么这帮门徒 刚刚才见到 耶稣行神迹 喂饱五千人 但是这里 一见到一辆船 有些回忆 又有些幻想 好像有些逆步逆趋 不是很敢 于是耶稣吹他们上船 上到船之后 我们就见到 门徒看见他们在海上面 看见耶稣在海上面走 就害怕 黑黑黑 很多幻想 所以很害怕 然后是鬼 他们就很害怕 就叫出来 耶稣就连望说 放心是我不要怕 比特就说了 喂主啊 如果是你 就请你 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 因为我知道 你可以行神迹 看看那个是不是你 是鬼还是耶稣 耶稣说 你来吧 比特就从水上面 从船上面跳下去 在水面上走 说去耶稣那里 只是因为风浪很强 他又害怕 这段经文 两次讲到门徒 亦都说到 比特是害怕 将要沉下去 其实 很有趣的 这个信心和恐惧 害怕 担心 好像是一个互动 在这个经文里面 耶稣吹他们上船 考考他们 学了这么多东西 这么有信心 跟着我 这次还有没有信心呢 竟然他们还是很害怕 最后耶稣就拉住 比特的手 拉回他上来 说 你这个小信的人 为什么这么疑惑呢 以前我们经常 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就想 死了 耶稣说我小信 所以我要多信 如果我信 我就没有了那些惊 其实这段经文 不是这么解释 不是因为你有信心 就没有了所有的惊 你有信心 当然神是会帮你 有信心 当然能够令你走过 那些令你惊的东西 都可以面对克服 不是说那些惊的东西 没有了 耶稣说你 说比特小信 你说那些门徒小信 因为你已经经历过我 经历过几次 你仍然那么惊 他们一上船 风就停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 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 真是这么厉害的 这个神 行神迹的神 但其实他们只是 再一次经历神 就是他们一向已经经历了 所以从这段经文 我想给大家一个提醒和结论 就是 其实信心和恐惧 不是互相排斥的 不是说我有信心 就没有了些恐惧 而是我们有信心 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时都仍然是会有恐惧 但是就在这个信心和恐惧之间 我们就是在这个互动里面 我们就能够一直去跟随神 并且能够克服那些 令我们恐惧的事 并不是神就帮我们 并不是神就帮我们 挪开所有令我们恐惧的事物 你看看 那几个对话 比特说 耶稣说 放心 是我不要怕 然后 耶稣就说 然后比特再说一次 就说 主啊 如果是你 就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 耶稣就回答他 你来吧 然后 比特又说 主啊 救我 所以由耶稣开始说 放心 是我不要怕 到比特又再一次说 你叫我 如果是你 我就走过你那边 我信得过你 可以行神的神 可以让我在水上面走 但是当耶稣说 你来吧 走的时候 比特又要 哎呀 你救我了 这种互动 你看到吗 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 不要有这个恶性循环 知道其实大部分我们害怕的 和担心的事 都不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对坏的恐惧 就是会令到我们焦虑恐惧 那个恶性循环 我们就说 我不需要再这样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我可以说 我们不要这样做 但是我们却可以 是正面的去认识恐惧 以致我们能够去 与耶稣同行 是一个互动的 在恐惧和信心当中 首先 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们其实不是要 不怕 不害怕 而是我们要更害怕 是更害怕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主耶稣在马特方第十章 二十八到三一节 他这么说 那杀人身体 但不能灭人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所以你不用害怕 你害怕那些杀死 不过你想想 当耶稣告诉你 喂 你为什么要害怕死 其实这里是说这种 那个杀身体 你为什么要害怕他 其实我们怕不怕 如果我问你 死的 怕不怕 其实当然是怕 但耶稣竟然说 你杀身体的只是死 怕来干什么 其实最重要 更重要的 就是要更害怕 怕谁呢 就是唯有那能在地狱里 毁灭身体和灵魂 那个你才害怕 那个是谁呢 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他能够掌握我们的灵魂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是胜过他 而这个神 这么大能的神 就是两只麻将 不是卖一同钱 这么便宜的 你们的腹 将这么便宜的麻将 都不容许他 如果不是神容许 一只都不会掉落地 就是你们的头发 他都数过 所以你们不用害怕 你们是比很多麻将 是更加贵重的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究竟我们害怕的对象是谁 而是我们要更害怕他 换句话来说 我们害怕神 害怕他多过撒旦 我们不是害怕疫情 我们害怕神 我们到底有没有敬虔 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按着神的心意去活 做一个好市民的责任 这些我们要害怕 我们要很敬畏 这样去跟随神 搞清楚我们 我们害怕的对象之后 我们就不要怕事情 而是要怕神 为什么 马太福林第八章 23到27节 就是刚才我刚才所提过的 就是另外一段经文 讲到平静风浪的时候 那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故事就是说 耶稣上了船 门徒就跟着他 海里面忽然间 起了猛烈的风暴 以至到船几乎被浪淹没 真的很害怕 耶稣却碎着了 门徒叫醒他 主呀救命 我们快要没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些小信的人 为什么胆怯呢 你看不看到这段经文 其实提我们什么 这帮门徒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害怕那些事情 害怕风暴 可能对我们今天来说 就是可能害怕疫情 害怕失业 害怕考不了事 害怕很多其他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 究竟我们去超科市场 我们买不买到 我们所需要买的东西 各种东西 很多事情我们要害怕 究竟我们害怕这些事情 还是害怕我们所相信的神 敬畏他呢 的而确 在这个故事里面 也提醒了我们基督徒一件事 就是原来有时 我们都觉得神很遥远 这帮门徒明明 是跟耶稣同船的 但是最令人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虽然跟他同船 虽然是信他 虽然他是同行 但是竟然间他睡着了 你有没有经历过 好像祈祷 神又没有听 没有听我们祈祷 不是没有听 因为神一定听祈祷 但是他好像没有听 我们就害怕 没有什么反应 没有什么回应 没有什么新的信息 那时候我们好像 耶稣好像睡了觉 我求主耶稣 被个股票跌得来 不要跌到我那只 以至于我的资产 没有了决 但是耶稣没有听我祈祷 他好像睡了觉 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 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清楚 究竟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这段经文后面说 于是耶稣就起来 斥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平静 原来他就有这样的能力 尽管有时我们觉得他很遥远 尽管我们有时觉得耶稣碎着了 但我们觉得原来 他就能够平静风浪那位 于是众人在船上就惊讶 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都听他的 所以再次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学习到和看到 其实这几段的经文 都被我们重复看到 圣经就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怕那些事情要发生 我们是要怕和敬畏 敬畏也是惧怕的一种 就是敬虔 害怕 就是敬畏神 畏惧的是畏惧神 这个是我们唯一需要倚靠的神 当我们转移我们害怕的视线 由那些事情 我们担心的九成都不会发生的事 的视线 再一次重新摆回去 真真正正掌管所有事情的神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安心 因为《比特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赦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是顾念我们的神 祂没有允许天色常蓝 但祂却是允许我们 是顾念我们 是与我们同行 能够带我们经过 好像烈火一样的经历 在《二组下书》第四十一章十节是我很喜欢的经文 而且我和师母在很多不同的挑战和生命的很大的难关当中 我们的祷告 我发觉原来这段经文《二组下书》第四十一章十节 当你无事无干的时候就像你吃宝品一样 你又觉得吃宝品不觉得有什么功效 因为你不知道 你无事无干 但你发觉你有些身体不舒服 你吃那些宝品就会发觉原来调理到身体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二组下书》第四十一章十节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当你在恐惧当中 担心当中 焦虑当中 我自己经历过 差不多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 就算是一些心理辅导 也不能完全令我安心 原来用神的话语去祷告 心里便平伏下来 有这么大的经历和功效 让你把握着神的应许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就是 我们要认清那个对象 是要害怕谁 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视线 不是放在事物事情上面 和害怕那些未发生的事上面 而是要放在我们同行的神上面 于是我们能够每天做些什么 于是我们能够心里安心 和感觉到一份的平安 就是不凡事挂虑 而是凡事祷告 你说我知道了 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 我又想从另一个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段经文它就说 应当一无挂虑 凡事借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高苏神 神就 神所赐 那超越人 所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 你们的心怀意念 就是说 心原先害怕得 焦虑得 好像大海波涛般 但是出人意外那种的超越人 所能够了解的平安 就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静下来 风浪就平静下来 怎么去做呢 英文译本 我觉得Message译本 说得很好 就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 那个祷告的时候 要怎么祷告 它说 Let partitions and praises shape your worries into prayers Letting God know your concern 怎么祷告才能够得到那种平安 以及能够心灵里能够安宁下来 就是将你的焦虑 用祈求和感谢 慕造成祷告告诉神 意思是什么呢 你想像一下 好像你吃北京甜鸭 有个包着北京甜鸭的包 就好像你将祈求 你担心什么 你就祈求神 你也不要只是担心什么 是想象你害怕的东西来祈求 更加就是 其实神要你看到 就是祂供应你什么呢 你每一天都有神的供应 你值得感恩的事情 当你看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 又记忆在过去 神怎么样在你生命里面工作 而你又向祂献上感谢 就包裹着你的担心 譬如我的担心 就是担心我没有饭吃 担心就是买不到哪些东西 我就感谢神 感谢神过去的供应 感谢神今天今天 让我能够有饭吃 然后又将祈求 就和神说 神啊 我感谢你过去的带领和供应 你就是这么信神 我祈求你未来的日子 我有这些担心 我担心这些事情会发生 担心我的缺乏和缺欠 求你联敏我 当你有一个感恩的吐过的时候 你会又帮助你的记忆 也都能够当你去祈求的时候 就是神要掌管你的未来 就化成毛造成你祷告的内容 向祂献成的时候 原来你的心就可以安定安静下来 真的 恐惧是来自记忆和想象的力量 我们都是自然生出来就有这个能力 但是这段经文 我希望今天再鼓励你 就是原来提醒我们什么 就正正因为你有记忆和想象力 就请你用你的记忆 去回想神对你的恩典、恩惠 记得神的应许 又请你用你的想象力 去看到神是与你同行的神 祂是会照顾你的神 安慰你的神 带领你的神 于是你可以向祂祷告 于是你的恐惧就能够化解 这段经文同样就是提醒我们 一无挂虑就不要挂虑的事情 你向谁祈祷呢 就是那个对象就是神 所以当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 我发觉原来很多不同的经文都是这样提醒我和你 今天如何面对各种的难关 而我和你都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在罗牙书第四章十八节那里说 他就是亚伯拉罕 在无止望的时候仍存着盼望来相信 原来无止望的时候 存着盼望才是真正的信心 无止望的意思是什么 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岁了 神应他做万国之父 他连一个弟弟都没有 在人体里是没可能 在人体里是绝对不能够成就的事 但是亚伯拉罕仍然相信 所以罗牙书第四章 整章的书都是说信心之父 就是说恩信清义 亚伯拉罕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我们去学习 这里经文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你和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就相信耶稣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我有这个恩典 就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 无论有没有 在处境当中看到盼望 我们的盼望不是在那些事情 和我们看到的事上面 而是看到我们的神的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向焦虑和恐惧说不 因为坏的焦虑和恐惧会令到我们不断进入恶性循环 而令到我们无法 看超越这种恶性循环的负面情绪 但是这些益处是会帮助我们前下 因为我们害怕的 是实际需要害怕的 我们化成祷告 感恩的祷告 祈求的祷告 化成祷告 神就会带我们突破 好几个星期前 在小组当中 鼓励大家在网上 都是在基督教界 都是用这个图 叫做我到底在哪一个地带的图去分享 在当中大家可能会看过 如果我们有去我们恩全的小组 在第一个阶段是恐惧地带 但是你离开了恐惧地带之后 你有学习地带 有成长地带 但是如果你停留在恐惧地带里面 就会进入恶性循环 所以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能够离开这个恶性循环 能够若恐惧成为益处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进入学习 进入成长 进入那个灵性的地带 我邀请你 向坏的焦虑和恐惧说不 而是向有益处的恐惧 说主啊 你帮助我们 透过我们害怕的事 叫我们能够成长 叫我们能够成熟 更加像你 结束的时候 心里面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姐姐 我姐姐 她大我八年 在五年前 她就离开世界 其实她都是相对年轻 就离开世界 但我看这个 当我思想的时候 我看她的生命 长话短说 我从小到大 我和她一起 很多的 她是最大 我最小 她很疼我 所以从小到大 我们有很多的接触 很多的很亲密的关系 我看到她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挑战 只是说几样 我爸爸在1973、1974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股灾又是差不多破产 她刚刚读完大学 立刻回香港 帮爸爸 一切捱过难关 我看到她和爸爸对神的信心 在一个很不可能的处境当中 能够成为有可能 后来她就移民来加拿大 当时没有工作 70年代在加拿大找工作 中国人找工作 不像今天比较相对来说 是可以的 当时很难 很多的歧视 当时很老实 我都见到她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她就克服 但是再到她临终之前 其实她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由她确诊知道 自己是末期的癌症 到她离开世界 短短几个月 我每一次探望她 跟她聊天的时候 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她害怕的不是害怕那个病 她看到她身体里的肿瘤 真的好像波这么大 她跟我说的时候 她好像很平静 好像没什么 初初我跟她接触的时候 我都觉得 好像她是in denial 好像不想面对 但是我现在回想的时候 其实我从小时 十几岁跟她在一起 跟着她一直 她生命的历程 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她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她都对神是全然的信靠 就去到她 最后只剩下几个月的 寿命的时候 我跟她谈她有什么挂心 她就只是觉得 其实生命是神的手 如果要她回去 我就回去 但其实她很喜欢去旅游 所以在她的桑礼里面 我几个女儿 汪姑妈做了一个长汉 她给人的印象 就是很慷慨的 很豁达的 很乐观的 每次她开门 都是这样的装束 都是这样的笑容 她就是很愿意帮人 她都预备去旅行 其实十几岁她已经 一有爸爸妈妈很喜欢带我们去外国旅行 到她读大学的时候 更加自己到处去 几十年来她都是一个 我们说她是我们家族里面的 Marco Polo 就是马可勃罗 真的很好去的 她就是好像 在生命当中 她总之忠心是奉神 她就是一个义工 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不同的崗位 一生都有在教会当中做不同的义工崗位 但她也很喜欢旅行 她享受生命 但是到神要拿回他的生命的时候 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他是很豁达 很安然的 当我想一下 他跟我说的话 给我思想 其实他是很清楚 他害怕的 他是害怕什么 他要害怕什么 他不害怕什么 他的视线是很清晰的 定睁在他的主上 以至他的信心是由连少已经建立的 就不断地透过祷告交托去 建立他的信动神的信心 所以有时候我都很难想象 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间 可以是这么豁达 这么平安 这么安然 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是焦虑和恐惧 让我们不单止在圣经当中 我们能够学习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的信心和功课 更加也可以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信心的见证 成为你和我今天的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和收音祈祷 祝恩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是够用 我们知道我们要定睁在你身上 以至到无论前面的日子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只有主你 我们就一无所据 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完全没有惧怕的感觉 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怕少一点那些事情 而是多一点敬畏我们所相信的神 跟随你与你同行 求你就是这样去帮助我们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当我们落在忧虑恐惧里面的时候 都记得 主必爱护 主必看顾 祂也很愿意聆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用一首诗歌 坚深相信作为我们的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心的伤信 神谁听吐声 见心的伤信 不要心悔 谁心中千般苦困 游背上丹极重 尚名吉他别爱活原誓听吐告 你心中满是泪痕 心感重压难收 途中间伤造挫败 记得他别帮你 持风俗恩典给你 挂过每阵阻里 神永远爱他子女 元世听吐告 见心的伤信 神谁听吐声 见心的伤信 不要心悔 谁心中千般苦困 游背上丹极重 尚名吉他别爱活原誓听吐告 尚名吉他别爱活原誓听吐告 各位弟兄姊妹 现在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去牵手煮餐 我邀请大家 你拿回我们之前派过给大家的煮餐杯 和饼 让你预备好在手上 让我们一起去思想 默想之后 我们能够一起同领主餐 虽然我们在网上去牵手主餐 但是圣灵它是串联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成为基督一个的身体 让我们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设立的主餐 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 那里去记载 提醒我们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所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捉借 就抹开说 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药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者饼 喝者杯 是表明主的死值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你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 人应当省察 然后吃者饼 喝者杯 因为人吃喝 又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让我们现在有变黑的安静 因为人应当省察 然后吃者饼 喝者杯 让我们按住主耶稣的教导 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谦卑自己 求圣灵光照我们 假如我们在生命之中有任何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 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请说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神是信实的 举必赦免我们的罪 结证我们一切的不宜 让我们先有片刻的安静 来省察自己 检视自己属灵的生命 并且你向神认罪 祷告 心信神已经随听你和我刚才由心而发的祷告 现在就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主的饼和杯 我们先揭开顶部的纸 拿出那个饼 主耶稣说 我们一起领受这个饼 是纪念祂的身体为我们写的 然后我们打开那个杯的第二层 这个杯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感谢神 感谢主耶稣 流出祂的补血 救赏我们的罪 我们是同心的领受 然后我们同心低头 我们做一个祈祷 初恩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神你的大爱 你差异你独生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 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救赎的计划 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靠着主耶稣的补血 得着洁净 得着救赎 并且得着永生的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最终就是要与主耶稣 与神力一齐 在天上过荣耀 喜乐的生活 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就求天父你 叫我们在在世的日子 知道如何去警醒生活 等候我们再回来的日子 等候我们见主命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一无所据 我们知道我们与你同行 就已经足够 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的见证 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家庭当中 成为你的见证 就足够 天父求你与我们同行 塑造我们的生命 阅纳我们 献成我们的生命 祈祷奉教主耶稣基督的明求 阿们 请大家一起 起立我们唱一首 《彼此祝福文安》的诗歌 《彼此祝福文安》的诗歌 平安归于你 愿主保守你 一生值多万代 愿主的福气 警祚于你 我的主 真地爱你 我的主 真的爱你 我的主 真的爱你 请大家仍然站立 我们一起低头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远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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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